再接下来 接下来这是年 请问这个 这个里面是不是一 我不要这个月 所以滑鼠右键可以透过取代值 取代值 来请点选取代值 然后请把月这边寻找的值是月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确定 这个意思就是删掉那个月了 可以吗 滑鼠右键 取代 取代值 好 我还要再继续讲 我有了年 有了月 请问是不是还要日 所以怎么有日 就是新增资料行 然后制定资料行 然后取名叫做日 那这里这里的值 这里的值 请问你要养成一个逻辑的习惯哦 我现在是不是要输入这个内容 对不对 所以 我刚打完这个字 日 这个资料行的名称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 设定 设定 内容 对不对 所以这边我点一下 有听懂吗 有听懂这个观念哦 然后接下来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1就好了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就当 因为日期能不能只有年跟月 那个不叫日期 听得懂吗 好 那个要有年月日才是所谓的一个电脑能够知道的正确的一个日期 好 然后输入1之后确定 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又再新增了 有年 有月 有日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因为这是第三个